1924年,殷生母肇时七十大寿,51岁的端康太妃破例回到中老胡同娘家省亲。 自1889年,15岁的景妃与13岁的妹妹真妃入宫后,妹妹直到死也未回娘家。 当初,景妃认为自己会与妹妹一样不会再回娘家。 不料,1912年清朝结束,很多规矩成了摆设,景妃娘家亲属相继入宫陪伴她。 不仅如此,一向保守的景妃还与亲属合影,并让她们住在宫中,直到母亲七十大寿,离家35年的景妃第一次踏入娘家。